鄉親大家平安 今天是新年月十月三十 有年月十月齊三 禮拜三 新聞的頭一條 台東市的政市長 丹建國 開公司 專門在賣泰國的房地產 說來投資保證賺錢 屬於最少是連錢 都請了一些水國年華 有業績 就參加上東京的永遠成潤 也讓找去做工事 連錢連帳過四億 從事經來約談到創辦人丹建國 跟前後面的創辦人 也就是北聯邦的房主 王貞兵頂高的人 最後是這個房主 弘申請收藥禁建 請今天北山主 北聯邦主 王貞兵 向貴賓介紹 泰國水界第三總公司 網友將參觀的 行動報酬網 看起來很精密的建案 想不到四四億的獲金憲救 你會想要沉浸一下 現在回頭問 這都是政美的業務 可人優協責 連休徒叫永遠成潤 也是這個企業集團的工事 最含的是這個集團 竟然是政台黨市長 但建國開設 在我們投資的時候 必須要知道 第一個 他的商業信譽如何 整個他的企業的背景文化 好不好 他的團隊是不是 夠值得我們大家去信賴 丹建國今年也要 前進接受媒體的訪問 分享道主的心態 也要有很多政美的業務 大家會做那B站 消費稍後 傷害超過200名的道主人受害 家去到一半 就沒要去 減逢分作十四樓 也要等丹建國 跟百聯邦的幫助 奥祭兵頂高的人 精神以後 將奥祭兵勝利禁禁